我們看這一集 這一集他說用123排成一個三類數 可以123、132、312等等 總共有六種方法 就是三個數隨便亂排的話有六種方法 然後可以排成六個數 這六個數其中既有三的倍數也有二的倍數 事實上的話 這個三個數你隨便排的話 它都一定是三的倍數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數加起來的話 剛好你可以倍三成數 所以它隨便排的話都一定是三的倍數 然後他說也有二的倍數 二的倍數就是說你個位數必須是偶數的 那那個的話就是那個 是那個二的倍數 那既有三的倍數也有二的倍數的話 他說有兩個 是不是有兩個? 是啦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一個二 那這兩個分別是什麼? 分別是一三 一三二啦 就你把二擺到後面就是了 還有三一二 有這兩個 好現在呢 往上推 往上推的話就是說 四五六的話 你現在給它排成三位數 那既有三的倍數 也有二的倍數 那麼這種 既是三的倍數 又是二的倍數的 有幾個? 首先 它全部是三的倍數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數加起來 可以倍三成數 這加起來是九 九可以倍三成數 六本身也可以倍三成數 那現在就看看說 這六位數的話 有幾個能夠倍二成數 好 倍二成數 第一 個位數是偶數 那你個位數的話 如果是四的話 那五跟六 有兩種排法 就是 如果個位數是四的話 它有兩種 就是那個 五六 就五六四 六五四 有兩個數 那如果個位數是六的話 有兩種排法 就是 四五 六 四五六 五四六 所以它總共有四個 就 一 二 三 四 總共有四個數 所以既是三的倍數 也是二的倍數 共有四個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總統 聯絡 V F F F